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 到底全自动驾驶值不值得购买呢 全自动驾驶9.0版在这一次的发布当中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功能呢 其中就包括了自动驾驶导航 自动便道 自动驳车 自动召唤 还有自动能够识别交通的信号灯和停车标志 凡是配置了硬件3.0的特斯拉车主 你都可以订阅和使用这样一项新的服务 当然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老车主了 你的硬件还没有达到3.0的配置 也可以订阅这个服务 但是需要额外交1500美金 对于此前已经购买过 自动驾驶增强版的老用户 每个月的费用是99美元 其他的用户是199美金 如果你想终身使用全自动驾驶 目前的售价是1万美金 到底全自动驾驶值不值得购买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 Let's go 首先要到升级 Upgrade 点击这个订阅里边的全自动驾驶 Next 下一点 加上这个销售税 一共是217.91美金 一个月 我们点击订阅 你已经订阅了全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已经开始 其实在右边这个按钮呢 我可以来调节最高的时速 现在是一个下坡 现在是自动驾驶的状态 看看它自己能不能来分辨这个 还是不太好 这刚才比较危险 还是我来介入吧 发现下坡的时候不是很好用 在这个速度的控制方面 包括旁边有一辆车 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做得很好 我们再试一下 现在是一个比较平缓的道路 我们开始自动驾驶 试一试 看看怎么样 现在你手扶方向盘 对 它要求我 可能手要扶一下 哦 它会告诉你 对 那现在我手是不扶方向盘的 它提醒我要给一点点的 给方向盘给一点点的力量 提示前面有红灯 这是你自己踩的吗 我没有踩 是它自己停的 它探测到前面有红灯 现在就自己完全自己停下来了 PART ONE 成功 接下来会走一段室内的 比较相对来讲 比较平缓的一些路段 看看它在室内的自动驾驶表现怎么样 刚刚经过一番测试以后 我个人的感觉是 目前的特斯拉全自动驾驶 更像是一种高级版的辅助驾驶 还不能称作是车自主驾驶 或者是完全的无人驾驶 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 只有Level 2 当面对红绿灯的时候 车在提前600尺 就会给驾驶员在屏幕上有一个提示 那如果是遇到红灯 车会慢慢的减速停下来 但是当面对绿灯的时候 车也会减速停下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驾驶员踩油门 车才会选择自动的加速 经过绿灯 遇到stop sign 它是自己停了 但是需要我给它一个 Oh 有点危险啊 像这样的一个拐弯 它好像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做得太好 所以要让我来控制 方向板 当面对stop sign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了解 先到的车辆停三秒以后就可以先走 但是特斯拉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 到了stop sign它会停住 但是需要驾驶员踩油门 它才可以往前走 所以它不能够真正的 做到停三秒以后 观察周围车的情况 再选择自动的往前行 那这里面现在出现了一个停车的标志 我点这个停车 然后呢提示我要把它变成 倒挡 然后开始 对于自动停车的功能呢 我觉得是比较惊喜的 因为一开始 当我选择使用自动停车的时候 我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看到我的车 离旁边的车 在倒车的过程当中离得非常的近 所以有一刻我真的想马上 开始接管这辆车自己去倒 但后来我发现它还是及时的杀住了 那它一点一点的 根据你两边车的距离 它停到了一个最中间的位置 整体我感受下来 我觉得还是停的是非常精准的 而且也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我觉得自动停车 尤其在面对一些比较难停车的路段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驾驶的选择 在尝试过自动停车以后呢 我立刻就尝试了一下自动召唤功能 那这一点也是让我比较惊喜的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 我可以用手机像操控遥控电车一样 把车从停车位直接开到我的面前 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你在车主使用自动召唤的时候 你的手是要全程按在你的手机上 它会根据GPS定位定位到你的位置 然后车会选择一点点的开到你的旁边 在每一个终的召唤こと行 一直都要押忆到你 再来进行走 在你放车过程中的一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自动召唤功能 我觉得进一步可以提高的 就是GPS定位 车找不到我 它差一点撞到了旁边的建筑 也有可能是我站在建筑的中间 所以让车很难能够精准地定位到我的位置 所以经过了一番周折以后 车才来到我的面前 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车最终找到我了 但是它还继续地往前开 是我按了停车以后 车才停下来 所以差一点我们两个就完美地错过了 所以我觉得在精准的定位方面 特斯拉还是可以改善的 这些就是我在第一次使用 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以后的体验 30天之后我会不会续定呢 在这30天之内 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在后面的节目我会和大家分享 你只需要给我点个赞 你的赞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欢迎订阅我们下一期再见